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现扩散态势,意大利等国确诊人数快速增加。 3月17日,受国家派遣,浙江省组建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赴意大利协助应对疫情。 专家组由浙江省三所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感染病科等,以及省疾控中心专家组成,共12人。 专家组疫情将于3月18日自上海浦东机场出发赴意大利米兰。 组长由浙江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邱云庆担任,他表示,浙江已经总结防疫工作和经验汇编成策,希望和意大利分享。 我觉得我们浙江防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短暂,最好的经验就是四几种。 浙江省新冠肺炎医疗措施上面是四个爪,就是爪剂去发现这些病人,爪剂给它诊断出来通过检测,然后爪剂给它隔离,然后爪剂给它治疗。 通过爪剂的诊断、治疗、隔离,既抢救了病人,又防止了传染病的波散。 浙江的经验通过大家的努力写进了这个治疗的手册,已经翻证了英文,可能明天策板之后也会带到它。 小组随行携带一批医疗救治物品,还有一批防护物资、常用药品等共计九吨。 现场专家组成员合影留念、挥别同事,还有亲属拥抱送行。 邱云庆告诉记者,这次带队很是骄傲,希望把中国在抗议上很多方面的经验分享出去。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足够强大了,然后我们的医疗记者水平也高了。 过去的话都是我们向国外学习经验,那这次新冠经验的话,我可以说国外有很多方面向中国学习。 专家组抵御后,主要与当地医院和专家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的经验分享和交流,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与咨询, 并对当地中国使领馆、中资企业人员、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开展医疗卫生指导和帮助。 主要的目的,我想一个是把我们中国的防控经验,就是我们浙江的一些防控经验, 带过去跟意大利的同行跟进行分享。 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之间在意大利的华人华侨非常多, 我们是为我们华人华侨以及中资企业带过去相关的一些防控制的知识。 希望我们去,我们都做一些理学习教育的工作, 尽可能帮到意大利的同行,另外可能帮到我们的华人华侨,帮到我们的一种自己国际。 当然也没有太多担心,战术上这个是要重视,战略上是要重视。